而且這個也太大的片寶 我覺得那一片根本就不然有東西在這邊來吃 吃的分量也是大耶 我覺得裡面很多汁 歡迎收看你跟上了沒 我們今天又帶大家來吃火鍋啊 今天也是新開店喔 不過我們來到了是 中和環球百貨裡面的小鼓勵 耶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去開吃吧 因為疫情期間呢 火鍋店一樣都是請我們的服務人員 幫我們夾菜還有上菜 那來吃火鍋一定少不了肉片的部分 在這裡呢全部都是現點的現場 除了吃火鍋之外呢 你看現場還有好多中式的電器 好在飲料的地方呢 除了一般的像汽水可樂之外 這邊也有啤酒 然後我一眼看到就是這個 蛋豬氣水 夏天是不是一定要喝這種冰涼的氣泡的東西 很酷耶 很少在那個之中看到蛋豬氣水 然後就這樣享受那種加下去的快感 火鍋呢少不了配飲料對不對 除了汽水還有什麼紅茶之外 這邊還有仙草茶葉 是冰的部分 這邊的冰也都是自己做的喔 跟在地台灣的果農配合啦 好那因為防疫期間呢 小福利這邊是 只要拿著一個湯盤 那邊就會有服務人幫你來做點菜的部分 那像是海鮮啊 腳類跟麵食還有蔬菜 都可以在泡泥吃飯上面 拿取喔 那現在呢就來到我們最期待的拍吃時間 那吃之前我今天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小福利到底多厲害啊 好不好 大家有聽過想冰這個集團嗎 那你有聽過之前很夯的一個吃到飽咖啡 叫做續集 還有想想 想想聽過 就是他們家 這個就是我們類似平下版的吃到飽火鍋 而且是麻辣火鍋喔 湯頭就是麻辣跟扇頭兩種給你選 所以像我這種有選擇 當然每次都會想說 好我想吃辣 可是我有想吃這個這個 沒關係直接幫你配到好 你知道食材那個海鮮齁 都整船整船進來 所以呢這個新鮮度絕對是有保證的 那肉餅的部分呢 一樣就是用我們手 點餐的方式 請服務人員幫你送上桌 今天點了兩個假日限定 很厲害的 這個叫做牛小排 假日限定喔 想吃和牛對不對 假日限定就給你吃到飽 這是和牛 對 收大片喔 這個叫做後腿三叉 先來開吃 然後先跟他來講 你看這個多好用 這個任何東西噴到你的衣服上面呢 都不會有問題喔 好 那剛剛呢已經先算了一下這個和牛 我覺得它的油花沒有很多耶 所以就是可能不會這麼理 而且這個也太大片了吧 我覺得它一片根本就快分成兩片來吃了 40CP值就太高了 那你想要沾醬的話 還有他們這個特調的沙茶 蔥花還有蛋白的醬汁 那剛剛在點餐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還發現它 除了自助發那邊有很多 台式的菜桃會啊 銀絲卷可以選之外呢 還有這種麵形 其實這個是沙茶拌麵 因為我吃火鍋其實我是喜歡吃麵 當然也有飯才選 這個紅油蔥裡面還有帶一點沙茶的味道 我覺得很香耶 然後再蒜蒜一片肉 很搭很搭 好吃耶 一跳有人來火鍋店喝蛋就吃了 對 那這個海鮮的部分呢 我想要下在這個扇頭的湯頭的 哎呦 我覺得它的選項真的太多了 你真的前一天晚上可能要先餓 餓個半天 那還有這個墨魚碗 我看到這個很年輕都亮了 你知道韓國的拉麵厲害在哪裡嗎 它可以九煮一爛 他們懂啊 這個台灣豬梅花 也是很大片耶 它一份都好多耶 來 來 然後沾一下我們剛剛的特調醬 你看 很好 就是它沒有很重的沙茶味 然後搭配那個蛋黃就是讓你整個口感更滑順 我覺得外面好像沒有吃過這個味道 你喜歡沙茶醬的話一定要可以熱的來吃一看 因為味道很特別 筆子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但還有一個這個 噗噗 超大的 是不是很想 都可以帶回家嗎 欸不要這樣你抽出來 這個呢是他們的手工豆皮喔 喔 挑出這個你看 自己想要做什麼大小的吃力 對 哇 哇 感覺會很辣喔 很辣喔 我幫你嘗嘗你幹嘛 哈哈哈 手工的吃起來好像特別有口感 不像外面賣的那種 那我先幫大家喝一下湯口 我覺得它滿清爽清淡的 這個皮太會重口味 因為我覺得馬拉丁太重口味 然後搭配各種香口 已經煮好了 好鮮喔 好鮮喔 等一下在哪一旁 懂吃蝦的就是吃 一定要吃蝦的 但是也不能吃太多 那個感覺會很辣 嗯 等一下你看這個蝦肉 哇 很脆欸 原肉質還OK 就是不會粉粉 那它的丸子的份量應該也是這麼大 裡面還有包東西欸 好滿的 應該是挖汁線 試試看它炸物的部分 是香酥鬼頭刀 還有雞米花 炸雞翅 嗯 有看到它的芋肉嗎 我覺得它是炸意也炸得 也沒有到很厚 就是你知道有些炸意太后會 很負擔太大了 這個年紀到了 然後雞 進來一點 沒有啦 然後這個雞米花呢 就是 配啤酒這樣 就是有說啤酒喝到飽嗎 喔 很搭 剛才吃完炸物的部分 還有這個 台式的點心 聽說這個蘿蔔糕呢 是店員必須一定要吃的 它都真的不用加醬 味道就很鹹 嗯 有有有 蠻鹹的 這個分量很大耶 我覺得裡面很多汁 你看這個料 超多的耶 這個第一餐 這個牛肉餡餅呢 鹹度就沒有蘿蔔糕 來的鹹 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想要加一點辣椒 也OK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 川式泡菜 它裡面呢 有蘿蔔 蘿蔔 然後呢 還有薑 還有小黃瓜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適合 你吃火鍋啊 肉吃太多的時候解粒的時候用 酸酸辣辣 就它有點偏 中辣跟小辣之間 在一片背叛狼吉 就是吃飽喝煮之後呢 就再來吃我們的甜點啦 剛剛有講到 非常厲害的 他們用那個24節氣的 台灣在日的食材做的冰 你有發現嗎 你看超級綿密 很濃耶 我覺得它香蕉味皮 就是來未來的重量 這邊呢 就是台式復古嘛 它還有這個偶邊的部分 這家店的特色就是很多種特色 這個是 冷凍韻好快的感覺耶 料也太糟糕了吧 韻頭會很重嗎 超重嗎 超重啊 我口太怕了 另外這個是花生的口味 也是很容易然後吃得到花生力 很香 然後還有這邊一定要吃的是糧圓 他們也是自己做的 然後剛剛問了一下那個工作人 這個口味也非常的奇妙 去豆沙搭蔓越米 來吃吃看是什麼樣的感覺 酸酸甜甜 很奇妙 但因為我本人不會去買糧圓來吃 你知道嗎 個人個人口感不一樣 對但有人就是蠻喜歡糧圓那種 那種不古小店 這個口味也很特別 它是紅豆配酸米條 酸米條超喜歡的 它都是種一個酸甜口感耶 然後它裡面還有酸米條的果肉 吃了這麼多 你來猜猜看 平日的價錢 午餐跟晚餐有個別不一樣的價錢嗎 我想一下如果 伊翔冰這種食材等級的話 可能會稍微等價高一點 要799嗎 午餐嗎 午餐要799 那晚餐呢 晚餐899好了 加個100塊 好跟你說 午餐是698 晚餐是798 然後另外都要加食材 但我覺得 698 選擇又很多 對啊 而且啤酒還可以喝到飽 那裡都想喝酒 而且海鮮還是一艘船直接過來 對 欸等一下那個蝦子 我真的等一下還要在那邊拿來看 那假日呢 假日 今天假日有那個和女 對 假日有和女 會貴一點點 午餐是798 晚餐是898 也沒有破千耶 通常不是假日 要跳個200 所以今天大家來吃囉 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它這樣小福利呢 就是讓大家來這邊可以很 free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那你頻道也不用管了 好 就盡量一點 但前提就是 請大家幫我吃完喔 不要浪費食物 在疫情期間也要做好防疫措施喔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喔 掰掰 掰掰 我幫他切 我幫他切 以左鍋類型這個餐廳 1到10分最高你給幾分 我覺得可以給到9分 好高喔 那那1分去哪了 為什麼給9分 因為我覺得它用餐的氛圍都很棒 然後加上食材 我知道啦 那1分差在男店員沒有搭上 那時候我跟他加賣喔 我問他可不可以加給你 對 對